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路 高路 那个女孩 我们已经做了很长的描述了 但很特别 有一个朋友在节目出去之后不久 就有一个朋友说 涛哥你为什么关心这个 这有什么可关心的 相反那个贵州饿死的女大学生 你为什么没有报 那个其实想报来的 想跟习近平一起报来的 结果后来阴差阳错的 就没凑上那期节目 确实那个没报的原因 让我感觉非常的尴尬 说心的话非常的尴尬 非常的悲剧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太多人是这样的了 那我为什么从来引到这儿 我们先看最新的这部分 这是人们在嘲讽这个东西了 他在故宫开了大奔 这是很快 这东西写的都很快的 故宫博物院有人改成奔驰了 他在故宫开大奔 下了大雪 这是人们叫什么开一路碾一路 大来头小特权 陆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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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有趣 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做的相当雅致 人家现在很多人做的水平蛮高的 但技术的水平蛮高的 无论你怎么讲 无论你怎么说 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讲 我认为里面带了太多的羡慕妒忌恨 对吧 因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 人们可以嘲讽这些 但是爱国主义却贯穿了这个社会从上至下的一切 包括很悲剧的人 我们就讲这个特权的 你记住啊 在今天的环境中 很多人去带着羡慕妒忌恨的时候 是恨这些具体的人 去骂这些具体的人 去骂这个 骂那个 都可以 但是呢 他会维护这个国家 他会维护这个制度 能够从制度 能够从中共的摧毁人的生命的角度认知的 不多 不多 那在这样的一个背书之下 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背书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过 看一眼他的留言 这个不是 这个 这个路小宝写的留言 对不对 迎来建军九十年 建军大业 很欣赏李一峰 李一峰演了这个 演了他爷爷 对吧 何长公 那演他何长公 全家很满意 他特别一再表明 我是何长公的孙女婿 孙媳妇 何刚 何刚是何长公的孙子 那他 何长 我是何长 何刚的夫人 第一时间关注这些 希望大家了解更多的历史 了解什么历史 了解他爷爷当年的风范 了解他爷爷当时的状况 这是他爷爷 他爷爷干嘛了 把中国人杀了 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 对不对 把中国人杀了 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 所以他爷爷的过程就是杀人的过程 没有他爷爷杀人的过程 就没有今天他开着大奔把这个故宫给碾了的过程 是不是 这个罪恶是共产党的罪恶 他的爱国的情操 爱国的真心 他没有共产党 他没有今天碾掉过去的一切 是吧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概念 所以他爱国是充满了道理的 那我们回过头来去看那个女孩子 就是饿死的那个女孩子 最新的消息 其实是16号的消息 饿死的女大新学生的遗体捐献给科研使用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离世时的样子 应该 不应该是给他离世的样子 吴华燕 贵州大学生 13号去世 死因 这个并发症 血管疾病 家人依照他的遗嘱 他的遗嘱捐献了他的尸体 作为科研教学用 早衰并发症 死去了 老师 家属 学生 同学 乐观坚强 然后这个叫贵州医科大 附属医院的说法 多次全院治疗 然后死因应该是早年衰老症后群 我不懂得这是什么了 13号肾衰竭 从而死亡 提醒大家就是几乎人死亡的这种死亡的过程 他都会落在肾衰竭上 肾衰竭人们会表现出很多很多这个那这个 对吧 就是人们的排泄系统等等 再提醒大家 人们讲的精气神的精 男人为精 女人为血 就是肾 与肾直接相关 对不对 当一旦往下走 这东西不行的时候 人就完了 但人们反着走叫什么 以精化气 以气化神 对不对 你注重在人的身体上 人就会往下走 往人走 那你如果注重在人的神 神的神上 人是往上走 精气神 天地人 肾衰竭 人死了 完了 就是人 那没什么可讲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 那这里就讲他 我跟大家 这些东西都没声 我觉得这些东西就这样了 因为很多内容都已经知道了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他死了之后 他的贫穷 这个国家对他的一切 包括他在他出现状况之后 那些以他之名进行募捐的人 那些人把这些钱都给蒙了 人们会骂 大家都去骂那些蒙 以他之名捐钱的人是缺德 是等等等等等等 说了一切 对不对 那谁都讲这是缺德的 但是呢 人们会借助各种方法去挣钱 这是事实 那些缺德的人 赚钱的人 跟那个开着大奔撵了故宫 你说他们的差距有多大 无独不丈夫 量小非君子 那人家赚钱了 你觉得他有什么应该和不应该 有人说那是缺德 如果一个人站在爱国主义的角度来讲 站在高级动物的角度来讲 你觉得他对德行有多大认识 为何饿死的吴花燕 拒绝了本可以到国外去治疗的机会 我看到过这个东西 但他用的是叫郭权语录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们真正知道的郭权 已经被判重刑 然后出了监狱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正郭权 但这是在他的一个blog里面写的 那现在看到的是郭权 郭权是南京大学的 他曾经很倡导国学 那他是他是坚决反共的人 那被判刑之后出狱之后呢 比较低调 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太多的披露 在他当时比较这个高智盛 也当同期跟高智盛时 我们曾经在我的今日点击中 有过很多的报道 那而郭花燕拒绝到国外治疗 这件事情 我有在新闻中看到 这就是我后来 为什么没有在节目中 去分享这件事 就是吴花燕这件事情的缘由 因为人是活在真正的心念上 心理上 你可以叫精神上 那他的精神的 他的生命的落点 是在他的精神的属相上 他非常爱国 这个吴花燕 到死都是爱国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他是一个爱国的牺牲品 爱国主义的牺牲品 是被习近平共产党洗脑之后 欺骗的一个悲剧性的角色 因为他以这样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以这样的方式 经历过他的一生的过程 他以这样的方式 在他父亲离世之后 他去支持他的 他去为了他的弟弟 而做出了这一份贡献 而这个国家却 这个国家这个政府 却排斥 就是说拒绝一切责任 贫困医保什么这些 我们都给了 我们没对他不好啊 而推卸责任的人 在推卸责任是 人是以政府的背景 以国家的背景出现的 而他却到死 却爱这个国家 所以这是我们当时 我当时没有用这个节目的原因所在 死了 带走了一个梦想 写了一首远方 我们这都 我觉得时间的原因 不去重复了 然后他说 我为吴花燕同学 写过两篇文章 这是郭全 10月底写了一个 然后11月份写了一个 有着序号 但没有这个 没有读过 本来我要写第三篇 但我怕吴花燕不高兴 所以没写 前两篇 很多人朋友看到了 特意给了我在国际上的医学朋友 在郭全 在他的抗争的过程中 应该跟国外一些朋友 有过 国外的一些人 有过联系 这其中 有些人是学医的 那两家美国医院 一家德国医院 一家英国医院 分别愿意 分别给吴花燕打了电话 邀请他到德国 美国去治疗 遭到了吴花燕的拒绝 国外的朋友 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郭全 郭全 郭全找到了吴花燕 结果吴同学把他骂了 批评了他 原来是你 怪不得最近 总是有外国境外打电话给我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电话 告诉外国人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事 很不对的吗 那郭全讲 很对不起 是不是他们打电话 时间不对 那有一个时差的问题 等等等等 不是这个问题 你说了中国的坏话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版本 那署名是郭全写的 我对郭全是有了解 就是我们只是在 在我讲说 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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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在网上 聪明活动的时候 在社会上活动的时候 我做过很多报道 所以这是关键问题 这是对很多中国人 我觉得今天 为什么他不行的原因 为什么是悲剧的原因 他说什么 那郭全傻了 你让我们中国人 在国际上丢脸 我们中国人的事情 我们自己能解决 不要外国人插手 他自己解决是自己死了 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他吃辣椒吃了五年 我们贵州有最好的医院 和最好的医生 他死了 对吧 这个是太悲剧了 我跟大家解释过 在劫难逃 天灭中共生与灭 我们解释过那个灭 那个灭是超过了死 所以人要从道理上 明白过来 人要从真正的生命上认识 才不会有这种悲剧 中国的医院 一定会治好我的病 他死了 我们的学校对我很好 我们的同学对我很好 我们都很爱国 我们不需要外国 但以他的名义 捐的钱 全都他没拿到 他也不知道那些钱 被谁拿走了 他只得了两万块钱 那以他名义捐的钱 他是为他的兄弟 而受苦 那个钱是不是应该给他兄弟 也是对死者的安慰啊 而他却因为那些事情的出现 同样让他很悲剧 他觉得很灰暗 所以大家 吴华燕 很悲剧啊 这是很悲剧啊 郭全说 我只是让外国医疗机构介入你的康复 如果你愿意 我们会给你送到外国治疗 所有费用 由外国志愿者承担 中国每年到国外治病人很多 这跟爱国没关系 吴华燕 你不要再说了 以后不要再写我的文章了 我不想让我的国家丢脸 我的国家对我很好 我相信这是所有朋友要能意识到的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要意识到的 那那位 那位 那位何长工的孙女媳妇 非常爱国 他也非常爱国 他们的理由都是一样的 但他们的处境是完全对立的 对不对 他是饿死的 那个是 撒欢欢死的 撒欢欢死的 这是今天对所有朋友 我觉得是一个默打的借鉴 郭全 我感到 突然感到泛飞的悲仓 一个长期贫困 长期缺衣少食的少女 为了给弟弟治病 不得不忍受 饥饿省下钱财 却说祖国对他很好 弟弟的病跟自己的病 在国外是免费治疗的 一个国家对民众好不好 不是停留在报纸上 而是停留在 叫落实在三缅上 我还想说几句 却被 却发现已经 他把我拉黑了 这是我相信大家要知道的真相 如果没有这种认识 你知道 大家可想而知 为什么在中国要遭受大瘟疫 人的生命 是神给予的 神给予的生命 是不能以任何理由去虐待自己的 要懂得尊重自己的 更不能以国家的理由去虐待你自己 国家是浮于社会的 浮于每一个人的 国家的浮于每一个人是尊重 人是神造 今天的国人 大部分没这个认识 没这个能力的认识 没有这种自我自尊的认识 这是悲剧的 人都这样了 他还爱国的 死了 死在爱国上 你说我怎么说 而留言的很多朋友 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认为他很悲剧 根本没有从这个角度认识到 有朋友说 那郭全写的是真是假的 郭全对于我来讲 他是一个崇尚的人 对吧 他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 他经历过中共的残酷迫害 你说值得不值得信任 这个所以这是我们 我是偶然发现 我去找才找到 因为那个朋友去 直接了当留言是这么说的 我搬着小凳子 坐在阳台上 抽了很长时间的烟 饿成这样的人 还担心有损于国家形象 哪出问题了 而郭全在他过去的时间里 就在公民意识 公民社会中 有所相当的投入 他应该是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 副教授是教授 国家的公民 不知道国家对自己人民 缅有贫困的责任 却肩负起了 而国民却肩负 被饿死的人 却肩负起了 维护国家形象的责任 这是个国家吗 对 这是国家吗 这个国家不仅让人 经济上贫困 更万恶的是 它让人在精神上 更加贫困 这可不是精神上贫困 我觉得这个词是另外一回事了 它不仅仅是国家人的精神上的贫困 是人不懂得尊重自己 死去的人 可能朋友说 涛哥你这么说 有点太过了 问他已经死了 我不会说是他 我只说这种表象 对吧 死人我们是不说的 昨天另外一个消息 一位副省长贵州的 四千平茅台 倒入地下沟 猪门九肉臭 路有动死鬼 是 苹果日报在写 这个吴花燕的 也是对着那个姓王的 一起说的 写到此刻 吴花燕去世 二十四个小时 不知道他现在是否驾驶着 他的风衣族时的小船 使到他中国梦的乌香 中国梦的乌香 这是嘲讽习近平 原本计划 我有计划接他到南京 那就是国权 他是南京师范大学的 让他吃的白白胖胖 现在只能祷告上帝 他从那个中国梦的乌有之乡 接近天堂 让他吃饱了饭 就像我们在祷告词里说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意志 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饮食 这是圣经里的话了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父的 那很显然 很显然这个 郭权是 郭权是有他自己的 信仰的取向了 走了好 走了好 一切烦恼都忘了 一米三五 四十三斤的 吴华燕死了 死在春节前 饿死的吗 肯定不是 生命的最后阶段 是在医院里面 肯定能吃饱 但他不是饿死的吗 这么说肯定也不对 他死于长期的 营养不良 造成了衰竭 人们通常是二号病 可不知为什么 他的死 我并不悲痛 我有某种轻松感 其实我个人跟大家分享 节目到这 我倒挺悲痛 我觉得太难了 太难了 难在太多的中国人死在不明媚之中 这就是今天习近平为什么充满信心之所在 我跟大家讲 共产党的习近平充满信心之所在 就在这里 看我节目的人 包括抱怨我 有些朋友抱怨我说 你为什么不说这个 不说这个 这个女孩子的事情 吴华燕的事情 就在这儿 你同样是不明媚的 你的不明媚和反共的本身 却促成了今天 今天的这个 习近平共产党 能够还在那里的原因 死了都糊涂 对不对 她妹 她的妹子 打她说她冷血 早晨看到她说 自己有种排山倒海的悲伤 她理解 才女跟吴华燕有过微信 悲天闽人之心 但悲伤 是因为心里的爱而生 我猜她看到 我说自己轻松一点 会震动的 因为我没人性 真的很轻松 我个人觉得 从这个郭全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是能理解的 因为她经历过 这个共产党的 这个牢狱之灾 吴华燕解脱了 不再去看丑陋的社会 不用吃辣椒拌饭了 不再忍受别人的眼睛 她的事情刚出来的时候 我跟大厨娘 讲起了这件事情 大厨娘说 这孩子从来就没有得到过 异性的爱 也从来没有体会过 爱情的美好 我不知道这大厨娘是谁了 我这么担心 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面对一个现实 吴华燕整个 即使她能活下来 她得到爱情的机会 我觉得现在在谈爱情 就有点太那个了吧 我个人觉得没有意义 然后就讲述了 吴华燕未来 面对自己什么伟大的国家 如何如何 因为文章太长了 我们没办法跟大家去评价 这是另外一个人写的 很显然这是另外一个人写的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郭全写的 这个呢 实际是当时前天 苹果日报的文章 就对比了这个 对比了这个贵州省的前省 前副省长 贪污受贿一百六十一 对不起 一点六亿 四千兵茅台 全给盗了 销毁证据 他说 盗掉的不知道有多少 最后没来及到的 还有四千兵 他作为对应的话题 说起来 我个人觉得 这是一种PK的概念 所以 你要记 大家要明白 那个 开奔驰 压 压这个 开奔驰 气坏了 大家要知道 开奔驰 压故宫的 那是红三代 吴花燕是最底层的 这位副省长是没有家庭背景 成了官的 他们都爱国 还有一个爱国的 中央党校盛赞习近平贵族气质 引爆了网络 对吧 这个事很简单 我们不用再说了 学习时报登的 见证了 近平同志的贵族气质 是骨子里出来的 沉稳 哲理 言语平实 深入人心 一种气定神贤 不言自卑的风采 无论是得用英国女王做陪衬 得用奥巴马做陪衬 他都有气场足够压得住场子 你什么意思 唯一不爱国的是习近平 唯一卖国的是习近平 为什么 贵族 什么叫贵族 贵族奴隶制 封建制 君主制 教会制 种姓制 国家地区特有的种群 血缘 姓是某种的制度的继承知识 权力 财富 形成的传统 贵族的财富 多于他人 在一些国家依然保持着 这里面贵族包括着爵士 包括着这种继承的爵士 包括着受到国家权 政权和君主的保证 终生的爵位拥有者 一般不是为爵士 而其他人 不是为贵族 而其他人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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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贵族 这是维基百科讲得很清楚 什么叫贵族 一个口眼 一个满口中国梦的 一个充满了四个维持 四个自信的 一个要求所有把他作为中心的人 偏偏他是卖国责 因为他是贵族的气质 而红二代是爱国的 饿死的是爱国的 贪污的是爱国的 时间的原因我不想多说 这是一件很愤怒的事情 同时在这样的对比中 大家能够看到 这是中共体制 真真切切的邪恶 真真切切的邪恶 作为对比了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我觉得很无奈 很无奈的 人们内心中的生命的无法觉醒 这是你来一世最大的悲剧 最大的悲剧 那有人说 那习近平为什么这样 招鬼上身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